哈囉大家好我是月 讓大家看了我去日本RMK化妝那支影片了沒 然後呢其實我當天在櫃上買的超多東西 想說買回來就是看一下台灣的天氣適不適合 然後還有跟大家分享我實際使用後的感想 那當然就是因為現在日幣很低 所以我發現價差也超級大的 我自己換算下來就是先不包含就是百貨公司的折扣 因為有可能大家在不同百貨公司購買 就光看日本的未稅價跟台灣的售價這樣比起來的話呢 大概平均是落差在六折左右 所以現在去買真的非常的划算 然後如果還有再搭配一些百貨活動的話呢 就是可以再折更多 想說趕快就是出這支影片 然後如果大的去日本的話 也可以把逛百貨買一些日排的行程一起排進去 那我們就RMK戰力品起來化妝吧 那首先底妝的話呢我想要先用這一個隔離霜 這個其實是RMK他們家還蠻經典的東西 好像中間也有改版過幾次 那這時候彩妝師就是建議我選這樣子粉色系的 然後你看他塗出來就是很微微淡淡的粉色 那這一條我拿回台灣用的話 我覺得確實它的質地會感覺黏感比較明顯一點點 如果是戶外活動的話我覺得不太適合 但我覺得這一條它主要是潤色 然後跟修飾毛孔的效果比較明顯 有時候我只會著重拍在這個小三角區域 就是我想要角色的黑眼圈啊 然後還有毛孔的地方 然後薄薄的做一個打底 我覺得這也不會說黏到太誇張 那這是上半邊臉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毛孔的修飾 我的毛孔的話應該大概都落在這個區域 然後這邊就是稍微會變得比較平滑一些 那角色的話拉遠是不是還蠻明顯的 就是這邊是有被提亮的感覺 這邊就真的是比較暗沉 所以這一支的話 我覺得就是那個彩妝師還蠻誠實的說的 就是在比較潮濕的天氣來說 黏感會再明顯一點點 就我現在這樣摸的話是微微的一點點黏 那我那當時在日本用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覺得黏 所以這如果薄薄擦一層的話 我目前覺得在台灣的天氣乾肌應該沒有問題 那一支校色乳啊 我覺得它看起來就是這樣外觀 然後跟剛剛擠出來的質地 都看起來顏色淡淡的 但意外的它對校正膚色還蠻有感的 我就是覺得好像只差隔離霜 臉真的有亮起來一點 下一樣是這一個 然後它算是修色乳霜 這個其實它也是出各個顏色 都很意外它居然會推薦給我這支白色 但是其實這一支我用了以後還蠻喜歡的 你看它雖然是白色 但是這樣塗出來 你看這邊塗開來整個是透明狀的 然後皮膚的那個透亮感 我覺得就是被這一支帶出來 那這一支我們就按照彩妝師的教學 就去打在臉部的中央 然後平常會打亮的地方 想要亮臉膨起來的位置 你看現在這個透亮感 完全就是這一支的功勞耶 它整支是白色的 就是平常如果要買一些校色類的東西 好像不會想到要買這個顏色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點像是打亮耶 你們看皮膚整個是超級水感 這一支質地其實就蠻快吸收進去的 就是在台灣用真的完全沒問題 我覺得有可能這支用完我會想要回購的那一種 你們看這個皮膚的透亮程度很誇張耶 所以它真的是有點像是從打底 就把那個透亮感做好 讓皮膚有那種從底透出來的光的感覺 這一次我覺得完全是畫出那個透明感底妝的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那粉底液的話呢我那天沒有買 今天就一樣先搭配我手邊有的光澤感粉底液 如果想要光澤型底妝前面已經先用那兩支打底的話 就是粉底液一定要選光澤型的 因為如果選比較偏霧面的話 就是會等於把那個光給蓋過去 像我現在選這種光澤型粉底液 其實它裡面透的那個光感就還是可以保留 然後粉底液的用量我發現它也是用超級少 就是這種超薄的這種用量 然後就是用手這樣先拍開 然後再壓 很認真上課 後來回來啊就是真的蠻認真練習 那時候彩妝師教的手法這樣 然後我其實自己也覺得學到很多耶 那這個時間想說也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那時候在要出發以前 我其實就有打算想要去找日本品牌的彩妝師 說他們現在最近有流行怎麼樣的一些小技巧這樣子 那我在日本MK的官網就有看到 他們有一對一的彩妝服務可以預約 然後如果是網路預約的話 我記得好像是磁袋店跟澀谷店吧 就是都可以在網路上預約這樣 然後條件的話是當天至少要消費一萬日幣 我就想說也太簡單了吧 就是一萬日幣真的是隨便買兩樣就有了耶 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要預約 但是後來我沒有預約到 我覺得它名額可能很少 後來就是不放棄 我就還是有打電話去問 他就告訴我說就是他們什麼時間 可能客人比較沒那麼多的話 他們也可以提供這個服務 所以我那天就有照他說的 就是一個比較離瘋的時間 過去就是一對一的那個彩妝服務 然後我覺得就是非常的值得耶 那天我應該這樣畫下來 也差不多是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前面也做了蠻多溝通的 這樣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妝感啊 就是你平常喜歡的東西是什麼樣子 那天比較想要著重的是化妝技巧嘛 想說可以順便錄下來就是跟你們分享 你就是可以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他真的很認真在教我一些上妝技巧 而不是說一直試色一直試色這樣子 就今天這些嘛 然後這樣買下來 大概買了四萬多日幣這樣 真的不要太小看自己耶 什麼一萬塊日幣啊 就是完全很容易可以超過 好然後粉底液就上好了 我就是拿一個也是光澤型的粉底液來上 然後黑眼圈的部分我也還沒有用遮瑕 那我也稍微來揪一下淚溝 好像真的是把皮膚大部分的地方 就是光澤跟那個質感保留的話 其他的小瑕疵好像真的也不用去在意到 把它修到可能很厚重 有像你在練習就是說 與其把整個臉遮得很完美 不如說就是保留整個臉的那種底妝質感 定妝的話是這一個RMK的粉餅 這個你們看我才買沒多久 上面的壓痕完全被我用光了 我真的超級常用這一顆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粉質 超級絲滑細緻 然後它其實不是膚色的粉餅喔 我覺得它是涮帶一點點珠光 很像那種蜜粉壓成粉餅的感覺 就是它其實沒有粉餅的厚重感耶 我真的覺得它比較像蜜粉 手這樣轉動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它珠光的這個折色 裡面附的這支刷子也超級好用 就是連我再加上妝 我都會拿這個刷子來上 就直接刷這個粉餅 這個刷子它的這個斜切面 然後完全就是超好上 很符合臉的這個形狀 然後不管是要上眼窩啊這裡 它的厚薄度跟它的形狀都超剛好 毛本身當然也是非常柔軟舒服 但是因為呢 它整個用起來是非常順手的 然後雖然它是粉狀嘛 幫皮膚這樣定完妝以後 臉還是亮的 你們看 反而是有一種拋光感 剛在臉部中間做的一些透亮感 雖然是現在上了粉類 它完全還是有保留著 但是臉現在就已經收得很乾爽 那如果是 呃台灣比較悶熱的天氣的話 一樣T字還是會稍微加強一下 然後跟大家要畫眉毛嘛 跟眼皮比較容易暈的部分 然後T字這邊我就會稍微加強 它整個粉就是超級輕盈 怎麼上臉都還是有那個光澤感 但是用刷子喔 因為刷子真的還是會比較輕薄 好那就是粉餅上的樣子 你們看它完全是沒有粉感耶 很神奇耶 那就是底妝完成的樣子啦 然後 呃這次買的底妝類三樣東西 其實我都還滿滿意的耶 就算帶回台灣用 我覺得都也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要說就是最喜歡 也許會再回購的話 應該是就兩個 這個雖然它是校正色的隔離 但是這個01號色 我覺得它完全可以當作是一個 液態打亮 就是我覺得中間皮膚這種 從裡面透出來的這種亮 都完全是這一支 那這個粉呢 就真的是非常細緻 然後使用感受很好 再怎麼疊加都真的完全不厚重 然後它裡面有很細緻很細緻的燭光 所以就是整體還是會給皮膚一個滿好的質感 那我們接下來是眼影 首先是這一個眼影蜜 這個眼影蜜就是可以當作眼皮的打底 然後可以讓眼影不容易暈 手上刷色 只有一點點還滿細緻的斷光 那像我的眼睛啊 真的是超級容易暈染 就像我剛剛已經用粉加強過眼皮 就是現在已經開始極限了 然後平常我的眼影也是很容易失蹤消失 然後暈染的那種狀況 就是彩妝師那時候就推薦我這一個 那其實除了可以當打底之外 就是防止它暈染 然後也可以直接就當眼影使用 如果你今天也懶得在疊加眼影 那我覺得就直接這一顆出門就ok勒 因為它就是一個天天都可以用很日常的打底色 那如果是我後面還有上其他眼影的話呢 我就會上的薄一點點 就是不會讓它那麼強細 因為市面上很多這種眼影蜜眼影膏的東西 那最怕就是它太油跟太濕嘛 但這一個啊我就是回來用了很多次 然後有做測試 你們看它乾掉齁 真的完全戳不掉 我現在是蠻大力在戳的喔 你們看 一點點都沒有掉 已經完全附著在皮膚上面了 如果有用它打底的話 我就覺得整天的那個眼影 它不會那麼快消失 那這眼影蜜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那當下它推薦我這個顏色就直接買了嘛 我就有點後悔沒有再看一下還有沒有其他顏色 因為這個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台灣官網好像還沒有 就是我沒有找到一樣的 因為他們家很多東西包裝很類似 可是仔細看品名的話 好像不太一樣 或是它中間改版過很多次 然後或是說 它裡面可能有不同的光澤感 就是不同系列 然後或是你平常是很懶得畫眼影的話 用這個手指拍一拍也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個大地色是好看的 那如果其他顏色我會蠻想收的 接下來是這個眼彩盤 然後裡面是這樣 然後它兩個眼影加一個腮紅 它裡面沒有鏡子 它就是這樣一個小盒子 那這樣的組合配色是那時候在 1300或它的限量盤 但其實啊 就是它這個平常在賣的時候 是盒子分開買 然後呢 可以搭配他們自己平常在賣的 單顆眼影跟單顆腮紅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做配色 所以等於你可以單買這個殼 然後自己選自己喜歡的 單色眼影跟腮紅 然後直接組進去 這盤的手上刷色 然後我覺得它顏色超實用 又超可愛 用裡面這個深棕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它蠻中性調的 就我試過把它當收斂色 或是我現在這樣大範圍的當主色 我覺得它都OK耶 就是都不奇怪 因為一般收斂色這樣大範圍的上 會覺得太濃 但這個我覺得就是超好搭配 完全可以 但是我就是上薄薄的一層而已喔 然後它整個就很有深邃度 裡面這顆橘色其實也可以拿來當眼影 下一樣是這一個RMK的單顆眼影 那它是今年2023年的春季限定彩妝 春季的話呢 它就是以琥珀為主體 那這個EXE的話呢 它就是琥珀棕 那EXE2呢 它有加一些今年很流行的墨綠色珠光 那EXE03是琥珀金色調 那我們用手指沾取 點在眼皮的正中央 那下眼影也加一下這一顆 再來是睫毛膏 那我買這支睫毛膏回來 睫毛膏本來一開始我對它還好 但我覺得它真的是顏色特別 你看它刷出來的顏色 戴上子有一點算紫紅色 這個刷頭本身是算蠻粗的 不會到說不好操控 但是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點 我覺得它的這個調色真的蠻好看的 就是上眼不會把睫毛染得太淡 太突兀 然後但是其實你在很多個角度看的時候 是看得出來你的睫毛是不同顏色的 如果平常你是喜歡畫偏紅棕色這樣的妝感 就跟這一個睫毛膏超級搭 然後最後呢一樣學彩妝師教的 就是這樣加強一下根部 我們今天就不畫眼線了 一樣加強根部的這個方式 欸這道我覺得很不錯耶 就整個拉遠看啊 就是真的是有變那種濃密的感覺 眼妝完成 再來唇膏的話呢 兩種類型我又各帶了一支回來 這支是唇釉 然後這支是唇膏 我們先看這支唇膏 我覺得蠻喜歡它整個外觀的 就是淡米色 缺點是有一點容易髒啦 然後裡面的質地呢保濕型 但它不是會把整個嘴搞得很油亮的那一種 就算是有半透明的光澤感 那這一支呢我覺得我 就回頭看我那時候在 櫃上試的那個影片的時候 那因為那時候是用唇刷試色嘛 那顏色是有那種更金透的感覺 那但其實啊它本身的質地是發色度很高的 其實我現在這還算薄圖喔 所以如果厚圖的話 它整體是妝感會再更艷利一點點 然後彩度也算是比較高 如果是用這樣子的顏色 在腮紅跟眼影的色系上面 還要稍微搭配一下 不然不小心臉上會重點太多 但是它整體的 呃..光澤感啊 然後跟使用感受 我都蠻喜歡的 它裡面也完全沒有任何味道 質地也蠻輕盈的 那它的光又不會說 油嘴的太誇張 就是很自然的一個透明感光澤 那這支用起來我覺得是那種比較 呃..夏天啊 然後比較元氣感一點 再下一支這個是唇釉 這一支我其實選色選超久 它一些顏色我都蠻喜歡的 這一支它質地就是非常的輕盈 真的完全就是水感 因為它是水狀的關係 所以它的發色度非常的薄透 如果你的唇色是比較深的話呢 至少要疊到兩到三層 才能夠把你的整個 呃..唇色去覆蓋掉 很喜歡它表層的這一層亮光 就是整個質感超級好 嗯..它明起來會有一種潤潤的感覺 真的是很保濕 因為就連我在日本用 我都完全沒有覺得我嘴巴特別乾耶 就算長時間也不會覺得 嘴巴有被受乾的感覺 然後顏色調得好高級喔 就是它這一系列都比較是這種 低飽和度低彩度的顏色 唯一就是它其實有在主打磁色耶 就我那時候記得彩妝師他也是說 呃..比一般的口紅磁色 但是比較染唇嘛 對它確實不染唇 但磁色的話我覺得很還好 可能說幾乎我沒有感覺到耶 就我覺得可能只是講講話或喝東西 它顏色其實會慢慢消失 就是很均勻的慢慢掉 你會覺得整個唇色變淡了 就沒有像現在這樣剛塗好顏色這麼飽和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應該算是會掉色的 當然吃完正餐是全部通通不見 就覺得可以不用把它當成是一個很磁色的唇油 但它就是顏色跟保濕度我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是這個夾彩 這個系列它今年推出很多顏色 然後其實我都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有想說 我去日本要好好來大試喝試 結果沒想到幾乎貴上一半吧 都已經沒有庫存了 但是這系列的顏色本身就蠻好看的 而且也蠻多就是色調比較接近 就真的要擺出來會有點選擇障礙的那一種顏色 所以呢我就最後選了這兩顆回來 那我們先看手上試色 我特別喜歡這一顆無花果紅的調色耶 就淡淡的刷在臉上氣色感真的超級好 另外一個也是因為現在想說夏天 所以我就想要再挑一顆橘色 比較偏蜜桃色的 然後這一顆橘色就是超級好搭妝容 那什麼話都不失手的那種類型 那我們就先來上這一顆 然後我們知道彩妝社的指示 拿一個大一點的刷子 在位子上面拍幾下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淡淡的血色感 它的光澤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細耶 完全不會讓皮膚顯粗糙還是顆粒感 然後但是呢就好像有這種透出一點顏色的感覺 一顆也很想要上臉用給你們看耶 所以我也加一點點 那我打在臉部正中央 就會讓臉更澎潤的地方 那就是兩邊的差別 不知道我的鏡頭看不看得出來 我自己肉眼看的話 這件事會稍微有那種比較澎潤的感覺 但因為今天我底妝都用比較光澤型的 所以在鏡頭上好像感覺沒那麼明顯 就算是那一種烹飪型的腮紅 就平常可以一起搭配著用 妝容完成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也記得要訂閱頻道 才不會出過影片的更新囉 今天先這樣啦 掰掰 好